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每逢佳节不忘敦青木林做工艺 这回趁着农历年前由处长张建川协同台电工会第三分会宋连新常礼 以及黄丽荣副处长来到中山区中央理办公处置证2.5万元未问金 由中央理李承金秀里长引荐五位需要的低收弱势长者 让台电的爱心深入需要关怀协助的家庭 我们台北市音乐区有七个行政区都在当房区 我们每年配合三节农历春节还有重康敬老 会在我们七个行政区轮流通过公所寻找一些真正特别弱势的民众 然后公所没办法照顾到了 透过李干事跟里长的配合 然后我们来轮流来发放这些一点心意 给这些需要照顾的民众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跟地方结合 我想中山区虽然在我们台北市市当王区 那市场也有很多的弱势民众 那我们不管是万华心意大安 我们都过去都有帮过 那未来也会持续来办理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活动 我们台电公司呢对于关怀弱势 它社会一些弱势族群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不遗余力了 那现在年节将近 我们也希望借有我们略尽绵薄之力 能够让这些长者得到一些爱心 然后可以软心的来过年 也希望借此的活动 能够呼吁社会一些善心人士 一起来投入关怀弱势的行列 中央里李承金秀里长表示 感谢台电公司在农历年节前夕 传递社会温暖 以实际行动给予弱势长者最实质的帮助 帮助当然是有 因为我们是这个社区的一个家长 就有活动 我们就配合 就找理干事帮忙 来看最需要的 最能帮助的 我们就尽量给他争取 就是这样合一 台电也趁着敦青木林活动 进行绿能及节约能源宣导 并提醒民众在湿冷冬天 使用家电时要特别留意 今年的冬天也是相当的湿冷 那我们就要特别提醒民众 在取出电暖器来使用的时候 因为长久没使用 要特别去检查一下 它的这个机器本身 还有电线还有一些出风口的部分 是不是干净 然后我们用干布或者是 为湿的这个清洁的布来擦拭 这样除了是可以确保 我们用点安全之外 也可以达到省电的效果 台电透过举办敦青木林活动 深入社区角落传递爱心 让弱势长者能暖心过年 将爱的能量注入需要辅助的家庭 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台电年前送爱心 暖心过年好爱心 再等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好 好